这些朋友里面刚毕业 预算20-30万 想买一个年轻运动的轿车 我们刚才说的预算20-30万 第一辆车这有钱 目前看过了麦腾A3L CC小鹏P7 或者我S60 这几个车型我个人感觉首先麦腾不太适合你 刚毕业开麦腾 是不是太油腻了 麦腾怎么也在30-35G以上 买CC就可以 CC是跟麦腾内饰基本一样 外观确实更年轻一些 而且你这个预算买到列装版都是OK的 推荐两个版本吧 如果是CC的话 可以考虑380TSI的夺目版 267,900 CC目前中端包括列装版 应该能给到一个3-4万优惠 所以你的落地应该在26-7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是列装版的话 推荐列新版这个配置 274,900 那配置方面这两车基本是一样的 像能想到的自胜巡航 车道保持 包括像放盘加热 前排座椅加热图峰 都能给你了 那像一些什么导致影像 这些都不用担心 肯定都有 那列装跟CC的差别在于 列装版它是配备了全景天窗的 因为车身是更长嘛 应该说车顶更长 对吧 同时它那个后备箱更大 你看到说奥迪A3L 我觉得A3L 咱说以二三十万这个价格买 有点没太大必要 咱说花二三十万能买到A4L 但是确实A4L给人感觉 还是有点点油腻 夸张点 买个宝马R系 是不是可以 就如果自己开的话 那个两门的 后驱的 对吧 买到R25i M运动11套装 R998 终端给点优惠 基本落地在三十左右 是OK的 这个车 真的纯属于是这种 年轻人 突出自己个性的 对吧 要说驾驶乐趣的 要说后拍做人 可能这车不太合适 但是我觉得年轻运动 对我说觉得合适 另外就是S60了 S60虽然没有那么强的 年轻运动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算是一个 适应面很广的车型 就是二三十岁买也合适 三十岁买也能用 就这么一个车型 安全配置比较丰富 这是S60的优势 我觉得以咱们这个预算 买到致远 运动版还是可以的 运动版毕竟啊 白关系人更年轻 更运动一点 再补充一款车型吧 我觉得咱说20到25万之间 真的可以看看 君威GS不夸张吧 那个外观都可以改好了 觉得够年轻够运动 而且君威咱说后排乘坐 一般做个家里人也没问题 那配置方面啊 君威GS确实更丰富一些 像兵线辅助 ACC自身熊 这都具备 不用担心 同时它也具备了 悬架软用调节 就是在不同价格团下 你能提供不同的 这种底盘的质感 这也真的挺好的 至于配置 前排连按摩都给你了 想一想 对吧 还要Boss一想 所以我觉得 基于年轻运动 像刚才说的CC GVGS 我更为推荐一些 说了这么多油车 你提到了小鹏P7 我觉得你肯定 看出了一个颜值了 对吧 应该充电比较方便 小鹏P7 确实长得挺运动 但是我觉得 从我们整体视野来看 这个价位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 比亚迪海豹 从运动方面的表现 需要能力 海豹真的也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海豹呢 可以推荐两个版本 一个是550公里 标准续航 后驱尊贵型 22万5千8 或者说 咱们花到26万2千8 买那个长续航后驱版 就是700公里续航的 这个续航能力 绝对够你用了 当然跑小长途 也是没问题的 那整体配置表现 像咱们日常使用的 前排作用加热 通风 对吧 包括说单单音响 都具备 如果你买了700公里的版本 还能增加电动后备箱 HUD台湾也是 包括19英寸轮圈 我觉得咱如果在 20来万价位当中 海豹真的是一款 从量身设计 到需要能力看 都不错的 纯电车型 所以在你看 脾气同时 我觉得我会建议 多看看海豹这个车